好 再一次回到經濟午餐 我們今天繼續跟全國人大代表朱立威 談談一些全國人大代表的工作事務 今年第十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 今年三月開 阿威就這次第一次參加 與你以前的想像有什麼分別呢 以前我們一般小市民看電視 所有人都排排期 然後有什麼議案通過 是否真的這麼簡單呢 其實不是這麼簡單 我們開了十幾天會 第一次上去 我以前的感受都是跟電視去看的 跟Philis你這個感受都有點相似 但是去到後發現就不是這麼簡單 首先文件很大大 今次聽前輩的人大說 其實他們要拖個大行李 因為每次開演會回來 有一大大文件要拿回來 另外一個分別就是 大家可能在電視看到直播 或者看到一些新聞片段 都是片段式的 但實際上我們開會是開很長的會 很多審議的議案 其實就是當日我們知道 聽完他的一個簡報 我們要回去怎樣呢 我們要回去消化它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討論環節 跟香港的立法會可能聽特區政府特首的施政報告有點不同 我們開人大 譬如政府這次的工作報告 我們聽完之後我們回去是有幾折時間討論的 討論裡面呢 我們就不同的代表就給不同的意見 其實很認真的 每一個討論 因為其實人大太多人了 它不可以一次過二千多人一起討論 所以回到每一個可能每一個步伐 譬如每個省每個市 我們香港就港區三十六個一起討論 都是討論那份報告 但是討論完之後 即場有很多官員去記錄 記錄完之後 他要給我看一下 究竟說的那些東西是有沒有記錄錯的 然後他們回去再開會 人大常委會再開會 然後看看有沒有代表的意見 是OK的、好的 是他們漏了的 就會加入一份報告 如是者去了幾次呢 去到閉幕的時候 其實那份報告是有修改的 我們港區人大其實都有不少的意見 其實是在不同報告裡面接納了 我自己也有一個意見 在發改委有一份經濟發展報告裡面 接受了 其實這個在香港你想想 香港的施政報告 特首說完之後 大家是投票支持或者不支持 其實沒有機會改的 那你問我呢 我們很不同的感受就是 不是電視所看 大家舉手通過的 其實背後有很多 EFO是批評了下去 還有國家就著每份報告 都接收了我們很多意見 這個制度我覺得回來 我希望就更加多 告訴我們香港市民 不是只看電視 中間有很多東西 是大家看不到的 那些文件是早幾多給你們 去準備的 就是看這些時間 其實就是職場的 職場的 職場給了我們之後 大概會有半天一天的時間 所以每天呢 回到晚上就要做功課 但你事前會收到一些agenda 會的 議程 會有議程 是的 我們通常就 我自己 這次就是 晚上就做功課 因為他通常就是 第二天 就會有個session去討論 其實你問我時間都足夠 是的 那你看得快而已 看夜了 你剛才說 就是這麼高 就是幾本王劫 年輕人不知道是甚麼王劫 就是很後置典 幾本置典 不過他之後會上網 我覺得這個又是另一個 那是全簡體字 簡體字 沒錯 對於推廣大 來說有沒有一些 其實我想 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想現在很多青年人 對簡體字的接觸都多 其實其實 還有如果真的不可以 就copy它 有很多軟件可以轉回 其實沒有問題的 聲音讀出來都可以 對 其實很多東西都沒有問題的 但是助手幫不了手 看這些文件 這次呢 可以給助手看 其實可以的 因為其實是公開文件 其實他一開完會 簡介完之後 那份文件就上網了 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到 OK 我自己這次 因為第一次參與 全程都是我自己去處理的 因為始終這是一個 很好的學習機會 未來 但我想未來我都會學習 其實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是的 也可能要找一些朋友的助手 我看有些全國人大會有些 例如做過傳媒 在內地做傳媒的助手 會會會會會 會找重點 沒錯 就是找重點 是 回應 這些日後將會你 將會有經驗 將會有經驗 將會看到頭暈 是 近時的加深 除了看文件之外 發言的機會呢 是不是每一個人大都要怎麼限制 怎麼規定 其實他在討論的時候 其實沒有什麼公司是有限制的 誰想說就舉手 說的時間長短 官方好像沒有限制 不過我們港區人大有一個很好的傳統 就是每人限時 其實就是想大家都說 你知道一個節目就是一個下午 其實一個下午我們36個人 每人可能說10分鐘20分鐘 其實有些人可能說不完 所以就變成第一次通常都會限時 我們召集人 馬逢哥兩個副召集人 陳勇和吳秋筆 他們有一個叮叮的 差不多時候他們就會叮叮 我們港東人大是很好的 大家都說重點 第一次說都希望全部人都可以說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傳統 所以就不用搶 但我自己這樣 其實每一次我都有說 第一次說是綜合去說 還是說某一個議案 其實它是每一個報告 都要我都有一個session去說 那個session是專門說這份 那份東西 所以很專注的 那份文件 而那份文件也都每個港區人大 會有至少一次發言機會 我們就是了 自己做一個傳統 自己做一個傳統就做出來 我覺得是很好的 但每一個議案 其實它涉獵的範疇又這麼廣泛 你們又不能夠很早就收到那份議案 那怎麼處理 不是每一個代表都懂得文化 經濟 然後其他產業 那怎麼處理呢 因為那些報告是博大精心的 譬如如果是法例 它法例修改 其實是一早我們就收到的了 因為就像香港這樣 你某條例要修改 那些其實就未是開會之前 已經有設置上去 我們就給意見了 那有些譬如政府工作報告 財政報告 法改委一些報告 那些報告呢 其實就因為太多 涉獵太多了 那其實不同人大有自己的範疇 有自己的專長 都是從自己專長去給意見的 因為畢竟說的時間可能只有幾分鐘 那你不可能說完所有的東西 還有就算講的意見 講的時間不多 其實如果大家有心 可以書面再寫上去 所以我覺得是沒問題的 反而 譬如我自己主要是專長在地區工作 和群眾工作 我就就著那些地方給一些意見 有些就有法律背景 有些有經濟背景 他們就可能就著他們自己背景 就著報告裏面就多說一些 這樣才可以比較全面的一個反應 剛才你提到你長期有地基工作 地區工作最有經驗的 現在就是民建聯認第一 沒有人認第二 大家都有經驗 認第二沒有人認第一 但是民建聯都對於港區人大 都有些支援和政協 今年2月就設立了一個 香港人大政協的辦事處 這個構思是怎樣的 什麼市民或聽眾 覺得有什麼情況下可以聯絡 你們這個辦事處呢 現在民建聯就有七位港區人大 全國政協就好像有九位 其實都是一個比較多的數量 所以其實我們主席 其實就在年頭的時候 知道我們哪些全國人大 哪些全國政協 我們有想法 其實一直都做開這些工作 以前民建聯一直都有人大政協 但是可不可以在 現在更加好地認罪我們 於是乎就有個 在我們民建聯前 有一個人大政協辦事處的 一個想法 想法提出出來 也都做了 我們其實現在在總部 我們已經有個辦事處在 主要做就是 港人的一些求助 還有一些反應 其實幾件事 一個就是港人的求助 剛才說過 可能在內地有很多 一些個案 需要幫忙的 港區人大其實就是一個 很好的身份去幫忙 另外就是 我們都希望去吸收 不同社會階層的意見 特別是關於內地政策事 那譬如現在 其實港港大灣區 港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有很多政策上 香港和內地都是不同的 那可能做生意都有不同的 那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就聽很多意見 我們每年寫提案 就是聽完意見之後 希望可以寫一些提案 幫到我們香港的 那這幾方面 都是一個比較主要的 即其實去 可能有些人 有些公司 或者遇到一些問題 都可以請教的 有意見 有些什麼政策 覺得我們可以提 我們都可以 即是在業務上 去業界有些什麼問題 可能涉及內地的一些 部門的政策 部位 都可以找你們去 不是要等他們 一年開始會才會反應 不用的 我們其實休會的時候 都可以 都可以表達意見 沒錯 那怎樣聯絡你們 其實 找到民建聯的辦事處 找到我們的議員 找到我們的辦事處 就全部可以聯絡到我們 因為我們不需要 你只是打這個電話 或者你只是去哪個地方 因為剛才說 民建聯的網絡很大 找到民建聯 就找到我們 好 待會回來繼續聽聽 朱立威說人大的生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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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